基本上非药物的介入性治疗 我们就以心博过速来举例 分心室上跟心室本身 我们以心室上的心房心率不诊 心博过速为例 大部分就分两种 一种就是多一条传导路径 它会形成一个不正常的回路 造成心博过速 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放电点 它会再跳得很快 让心博过速 那我们经导管的烧卓素的方式 就去找到这个多的传导路径 或是不正常的放电点 把它做烧卓之后 就让这个心率不诊的不再发生 而心室上的这些烧卓素的治疗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 它的复发率都在10%以下 甚至更低 所以几乎可以完全治愈 但是有的心率不诊就没有那么好 比如说心房战斗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新市上 心房相关的心率不诊 那这种的呢 它可能就是它的致命基准比较复杂 我们的电烧呢 有相当的帮助 可以很明显的降低病人心房战斗复发的机会 但是没有百分之百 但是它还是比药物效果很多 所以这样子的心率不诊的就除了烧卓素以外呢 我们还要加强一些危险因子的控制 中风的预防 所以也不全然 每一个心率不诊的烧完了就没事了 还是很多的就是要 药物跟非药物的 接触治疗相辅相成才能够完全控制 让病人得到一个 预后得到一个最好的改善 我想在这个静导管烧卓素啊 或者是静导管骁龙素这方 这种技术治疗的最大的进步呢 就是现在有这个三度空间的立体定位 三度空间立体定位呢 把我们传统的双平面的X方的电烧 来定位导管改成三度空间的 或者是找到它的回圈 事实上心脏就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 像这个管子比如说在这个墙角 你如果在这边你用二度空间 你分不清楚你是在这一面 在墙上还是在地上 但是如果用三度空间 就会很清楚你的管子是靠着墙 还是靠着地 就是在很多这个心脏转折的地方呢 三度空间它的定位的系统 是远胜于两平面的X方的技术 而现在健保的脊腹呢 在这个大部分复杂性的这个心率不诊 都有脊腹这个三度空间的定位系统 它的定位是会更精确 而且使用的X光的剂量也可以 显出的减少 大部分的情况像 新式的心率不诊 或心房战动 这些健保都有几步 但是在简单的 比如说 房式回旋 或者房式节日回旋的 新式上心不过书这种 就没有了 如果还是希望说有更精确的定位 或比较少的辐射剂量的护露的话呢 是可以自费这个三度空间的定位贴片 再来就是比如说 新房战动 或者是新式平脉的烧镯 这种的烧镯就比较复杂 它要烧镯的点 就不但是是单点的烧镯 它常常需要线的烧镯 甚至烧很大的一块区块 那比如说你要烧一条线 烧一条线或烧一个圈 你要点点相连的 我们大部分的烧镯数 都是一点一点烧的 所以需要一个很精确的定位 而且烧的点数呢也会很多 比如说有的新房战动的电烧呢 会烧到五十点到一百点 尤其是新房很大的时候 甚至会超过一百点 那如果一点要烧的时间是三十秒 或是一分钟的话呢 它的时间就会非常多 所以我们如何让每一点 都是烧的有效率 有安全 而且烧过的地方呢 点点是连的很好的 不会漏的 因为比如说一条线或一条一个圈 只要漏一点 这个手术就会失败 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的烧镯的效率高 安全性高 就会希望病人呢 能够自飞一些遗产 第一个最常用的呢 就是烧镯的这个电烧导管 重要的就是这个导管 跟组织的接触的力量 所以现在有这个导管呢 它是可以感测 导管跟心脏接触的力量 不要太少 太少就没靠到 烧了就没效 顶得太紧 烧下去心脏会破掉危险 所以它有一个压力感测的电烧导管 这个的话对电烧的效率 跟安全性 就是你每一点 都是安全而有效的给予 而且呢 现在这个电脑的进步 如果你靠的力量大 你烧的时间可以短 你靠的力量不够 你要多烧一烧 所以它会指引你 每一点电烧的时间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它可以省 省这个手术的时间 整体来讲 我们觉得趋势上用这个导管呢 手术时间的减少 然后放射时间的减少 以及手术更有效 所以这个我想压力感测 电烧导管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费医生 第四个 侧来的酵 就是这样咱们 杨帽儿 帥 杨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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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帽儿